今集我会示范做一个传统小食 客家糯米池 糯米池又叫池巴 它主要的组合就是糯米粉、花生、芝麻 材料很简单 但要做得软糯Q弹又香口 那就要看我今天的示范 糯米池先要处理馅料的部分 要做得好吃一定要用一些烟炒的芝麻和花生 我会先炒花生然后就会炒芝麻 花生我就用一个中火炒 大概要炒10分钟 如果量多我都会用烤炉 如果用烤炉的话可以设置160度 大概15-20分钟 过程可以拿两粒出来试一试它的口感 至于花生是用锅炒的话 记住是白锅炒 不需要加任何东西 一边炒一边这样推它 炒到花生的皮开始有点松 用手去捏一下皮 皮开始脱的话 其实差不多代表花生可以了 炒好了就可以倒出来 好了接着我就会炒芝麻 芝麻记住一定要浸洗 芝麻是非常之污脏的 浸洗的过程可以将它里面的一些泥 可以浸出来 可以的话洗一两次 好了浸完之后隔掉水 如果有时间的话 早点隔掉水 让它干干 然后炒的时间就会短些 这样撩松它 水可以逼出来 好了瓶干水就可以炒了 一开始的时候就用大火 将水分尽量炒干 大概2-3分钟之后 转一个中小火慢慢炒 但要炒好的时间 约12分钟左右 应该可以的了 炒到它大概有点灰灰的 芝麻有点小小脏 可以拿两粒上来捏一下 捏开之后闻一闻的味 正常炒好了之后的味 会挺香的 芝麻由濕變乾 變成不彈 其實就差不多熟了 就可以拿少許出來 試一試夠不夠香 拿少許在手上擦開 正常炒得乾很容易擦碎 聞一聞香味出了 差不多了 通常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判斷黑芝麻炒夠味 炒好之後就要馬上倒出來 然後放在一邊攤凍 下一步就預備手粉 手粉我用糯米粉 糯米粉我需要炒熟才用 我就用平底鍋 白鍋炒 用中火慢慢炒 炒至粉有少許微黃就可以了 手粉也炒好了 要倒出來 下一步就可以做皮的部分 皮主要兩種材料 糯米粉為主 然後加少許粟粉 粟粉用在這裡的作用 是令到做出來的糯米糍可以挺身一點 還有可以減低糯米的黏性 糯米粉 粟粉 不需要過篩 基本上這些粉是不會起粒的 因為它沒有根性 然後這裏少許粟米油 加在乾粉上 好 最後就加水 好 攪勻之後就可以下盤蒸了 盤就加少許油進去 蒸完之後 皮就不會黏緊 抹勻盡就可以了 然後隨即將米糊加進去 然後就可以拿去蒸了 以這個厚度 大概用中火10分鐘就可以了 好了 蒸好了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皮蒸熟好吃 正常蒸熟的過程裡面 當我們打開蓋 因為呢 中間這裡會漲起的 表示要熟了 不能夠肯定的話 可以用一支筷子 撩一撩開它 見不到生粉的 其實就已經熟了 中間是最難熟的位置 所以撩中間就對了 另外呢 我這裡就預備了一個膠袋 用它來搓這個皮 倒皮進去之前 加少許油 好 擦拌均勻 擦均勻 這個皮就要趁熱搓的 這個時間要把皮 起了 先把它擦拌均勻 未擦過的皮 很硬的 擦完之後就會很軟熟 將這個袋口稍微炸一炸實 留一點空間在裡面 用毛巾隔一隔熱 這樣就會擦得容易 擦完一邊 就轉一邊 反覆這樣擦 除了令它軟熟一點之外 可以增加它一個韌性 這樣反覆擦它兩三分鐘 擦到它軟熟 已經跟一開始的時候很不同 還很熱的 這個時間不適合包 要稍微攤冷 趁暖的時候就可以包 這個時間就可以準備餡的部分 花生 芝麻糖 預備了一個乾磨機 首先將這個黑芝麻 分兩次 將它打碎 記住是碎 不要變成像壺 所以打的過程要小心一點 一下一下這樣 如果沒有乾磨機的話 另一個方法 將兩種材料分別 進入一個膠袋 用麵棍或者用瓶 去中碎它 有乾磨機就會方便 一兩下這樣按 不要連續 好像這個 打到這個狀態 粉狀 然後就花生 也是分兩次 分兩次 花生可以保留一點點 粒狀 吃下去會比較脆 最新的 花生芝麻打好了 就可以將砂糖加進去 混合就可以了 餡皮都預備好 就可以包 包之前預備一個手套 因為糯米糍很黏手 如果沒有手套的話 其實是沒辦法包得到的 至於皮 剛才說過 要趁它軟軟才好包 這個時間其實是對的 因為它軟軟的時候 它還會很軟熟 收口的時候會收得比較好些 這個份量大概可以做到九粒 我都會平均分 好像這個皮為例 大概一份皮 大概一個糯米糍 用三十五克左右的皮 我會先分了皮 放進這個熟粉裡 好 三十五克 大概這麼大顆 皮一定要夠多 否則很難包得住餡 因為餡是散的 好 把這個皮 放進熟粉裡 分了一份份出來 戴著手套就不黏手 好像人們擠魚蛋 擠一顆顆出來 好 接著包的時候 記住了 這個糯米糰 兩面都要有熟粉 接著就可以把它慢慢 用手指把它捏回薄側邊 捏回大皮 兩面都要有熟粉 這個粉的作用 第一就是防黏手 第二就是 餡料裡面會有糖粉 包了餡料 進去的時候 糖會吸收皮裡面的水分 所以皮裡面 也需要一些乾粉 好 如果想多放些餡料 把餡料收窄一點的時候 用手指把餡料按下去 用一支茶匙 用茶匙會比較方便 放餡料 就是細細支 把餡料輕輕按下去 按到差不多了 我們要封口 好像做包一樣 把口口慢慢用手指捏起來 好了 封口了 然後再上一陣粉 多了粉 就撥開它 這裡準備了一些紙托 每一個都要用紙托托著 納米池就做好了 納米池要即整即食 不可以放太久 因為餡料裡面的砂糖 會吸收皮裡面的水分 會令皮變硬 記得要盡快吃 好嗎 好嗎 謝謝 我們來看 你的鼻子 好嗎 有嗎 我們來看